第2988章正常的刘长老 黑夜悄然来袭 火堆发出噼里巴拉的声音 惊天一整天的精力让他们身心俱疲 此时的他们都安静了下来 也就没有了闲心思去想什么事情 王腾隐身 悄无声息摸到了洞穴里面 他留着分身在原处 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王腾一进去就发现了不对劲 之前看守的两位长老皆纷纷倒在阴暗处 若不是他打开了神室 察觉到了不同的地方 也很难在谷堆里面发现长老的存在 他上前查看了两位原长老的情况 见他们只是被迷晕 就知道里面的情况有所变化 知道两位长老只是昏迷之后 王腾便没有过多关注 连忙进入倒罪里面 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结果一进去 就发现了被他们断定是重伤昏迷的刘长老 此刻正站在黄长老的床前 黄长老的肉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了下去 刘长老手中源源不断的暗影之力散发着可不知力 这种感觉王腾之前在朱老那边体验过 王腾手一伸 绿剑出现在他手中 他连忙挥剑斩去 冰 清脆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响亮 刘长老赤红着眼睛朝着王腾这个方向看过来 见到王腾现身的那刻 眼中出现了杀意 他想在黄长老未醒来的时候 就将黄长老灭口 他查看了黄长老的伤况 已经无法修行了 保不齐王腾他们在黄长老醒来的时候折磨黄长老 让他供出大家 所有他才会陷害陈长老 利用幻术 让自己看起来伤势很严重的样子 大家也都将怀疑的目光放在了陈长老身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晚上的一切都是顺利的 但是他忽略了一项思维缜密的王腾 也小瞧了王腾 是你 刘长老对王腾是忌惮的 当初黄长老要拿王腾当第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不同意 因为他很清楚朱老的实力 王腾能弄死朱老除开一部分运气之外 也是有一定实力的 结果正朝着他最不希望的方向走去 他不想如此被动 决定主动出击 但是没有想到 还是被人打断了 虽然现在黄长老开不了口了 但是他也曝露了 那他之前做的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想到这里 刘长老对王腾满是恨意 若是没有王腾 朱老他们的计划能完美执行 也就不会如此被动 为了完成计划 在最后大家决定出去的时候 主动曝露他们的行踪 为什么 你老是要坏我们的好事 你个年轻人 灿河这么多做什么 刘长老面目争鸣着 低沉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愤怒 王腾淡淡瞥了他一眼 抬剑指指刘长老 冷横一声 你以为我愿意理你们这些破事 若不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来 我都不屑于搭理你们 外门邪道的修炼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既然我撞见了便不会不理 说完 王腾眼神一领 挥剑朝着刘长老而去 对付这种人 少说话最好 刘长老还在气愤王腾不将他当一回事的事情 见王腾直接发起攻击 刘长老也不废话 直接使出邪功 眼中逐渐被贪婪所替代 如果他能获得王腾的修为 想必他一定能突破瓶颈 变得比猪老还厉害的人 想到这里 刘长老手中的力道也越发狠辣了起来 王腾也有些意外 他一直觉得猪老一起的人 只有猪老跟杨旭稍微厉害了一些 毕竟一直都是他们出面搞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其中还有扮猪吃老虎的人 王腾堪堪躲过一道迅风 那道迅风直直撞上石壁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石壁发出战斗的动静 在洞穴外面的众人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他们没有想到都快到半夜了 还没有消停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么大的动静 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打起来了 他们说归说 但是都没有敢凑到动静之处 毕竟他们打不过 长老们却没有这样的顾虑 连忙朝着洞穴里面走去 王腾的分身跟道无痕也一起进入 王腾 刘长老在进入洞穴的那刻 王腾的分身便回到了本体身上 诸位长老看着眼前的场景 一时间有些凌乱 尤其是他们都确认过刘长老已经身负重伤 不可能跟没事人一般 不过看到刘长老没有事情 他们内心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前面发生的事情太匪夷所思了 也就能解释得了陈长老为何有那样的反应 刘长老见诸位长老都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便知道自己的最后下场了 下手的动作越发狠落起来 势必要将王腾弄死 哪怕不死也惨 王腾收回自己的视线 认真对待着刘长老 他能感受到刘长老的境界跟他差不多 不过王腾很自信 刘长老没他厉害 至于刘长老为何要一直装作平平无奇的样子 这就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了 王腾斩断着刘长老的攻击 找准时机 果断下手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洞穴中的石壁被波及 不停散落着碎石 刘长老打得无所顾忌 王腾碍于场地的限制 收敛了一下 恩年他们看两边的攻势 心跟着悬了起来 王腾他们已经成了两道残影 下面的人根本看不清他们是如何出手的 恩年长老 黄长老已经死了 道无痕不大不小的声音将众人的视线吸引了过去 他们看到黄长老已经是皮包着骨头 看来已经被解决了 他们有些可惜没有从黄长老嘴里面问出些有用的消息 作孽啊 都是些什么事情啊 有的长老经历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只觉得一阵心累 恩年长老 你们先出去 洞穴快要塌了 王腾旋立于虚空中 对着恩年力声道 他虽然收敛了力道 但是留长老确实个不管不顾之人 动作好似要毁天灭地一番 哪怕被王腾斩断了攻势 但是余薇已经让洞穴开始剧烈晃动 王腾察觉到了这点 开口提醒着 第2989张无名气体 伴随着王腾的话语 洞穴已经开始坍塌了起来 其他长老纷纷撤回去 顺便将重伤的和昏迷的几位长老都带走 刘长老见他们都离开 疯狂大笑着 哈哈哈哈 你们都逃不掉的 哈哈哈哈 哪怕我死了也要你们陪葬 王腾听着这刺耳的声音 眉头紧锁着 这刘长老都快要死到零头了 为何还这般自大 想不明白这些 王腾便没有纠结 专心对付着刘长老 虽然洞穴在坍塌 丝毫不影响王腾 跟刘长老对打 不过刘长老确实是心机最深的一位 他知道王腾在估计着外面的那群人 他没有顾虑 所以专挑王腾隐蔽的角落 进行纠缠偷袭 若不是王腾有八重不灭今生 总有那么一个荒神会中招 王腾有时候想直接释放 威压振折住刘长老 但是这也只是想想 毕竟他释放出全部的威压 长老们都顶不住 更别说外面还有些修为境界浅层的人 不过在这洞穴打得也不是特别爽快 就这么大点地方 嗡 洞穴经过几个回合之后 彻底塌陷 整座山倒塌了一半 王腾跟刘长老旋力在虚空之上 脚下是山坍塌的废墟 头顶是漆黑的夜空 一望无影 只能感受到微风吹过 带来淡淡的沙子的尘土味 刘长老嘴角上扬 扯出一个最大的弧度 双手合十 周围瞬间狂风乱捂着 嘴里念念有词 王腾一时听不清他在念叨什么 不过王腾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在外面扮沙漠的地带 打斗会引起什么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王腾连忙升起结界 将这片区域笼罩着 外面的封杀已经溅起 弱势不隔绝 恐怕会引起强烈的沙尘暴 随手一掌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即向刘长老 让王腾意外的是 刘长老被急中吐血了也没有魔动半步 嘴角依旧念念有词 好似在进行什么仪式 没错 是仪式 王腾瞪大眼睛 没有想到 他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王腾罕见的愤怒了 提见直接朝着刘长老劈下去 带着凌厉的气势 见光在黑夜中照亮了半边天 刘长老依旧不为所动 嘴角蠕动着 显而易见 王腾直接将刘长老横劈成了两边 刘长老死了 没错 是死得透透的那种 但是王腾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开心 刘长老最后的不抵抗 是放心吗 不是 那是刘长老在献祭自己 不然为何之前故意引起王腾的注意 最后却不还手 明显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献祭 他对暗喻中的这些黑暗仪式不是很了解 但是想也知道刘长老是猪老的人 肯定不会有好心思的 刘长老的尸体 被王腾劈碎了 但是他的鲜血喷洒至下面 随着鲜血的沾染 下面倒塌的碎时中宏光快速流动 魔阵开启中 王腾台长 想将其击碎 也确实成功击碎了 不过依然阻挡不了红光乱窜 王腾有些疑惑 刘长老一人之力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这里是猪老最常待的地方 也是之前被称为炼狱的地方 哪怕没有刘长老的鲜血 估计也能启动阵法 只是有了刘长老的加持 阵法才会起到更强大的用处 王腾面色阴沉 没有想到 最后他还是被人算计了一遭 王腾摒弃所有的念头 进入最纯粹的忘我境界 若是想要解除阵法 王腾只能用蛮力了 或然 王腾睁开双眼 眼神清明 扫尸着下面的废墟 找到了一处被压制的强大的邪恶气息 根据位置推测 这应该是之前猪老躺着的床的位置 看来猪老也想到如今的局面 所以埋下了许多机关 就如同当初他们来到秘境中 这里的结界一样 还有发现极品玄金暗金的地方一样 这样的做法 秘境中应该许多地方都存在 只待有一天 达成他们的目的 这猪老的想法是什么 设置了这么多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王腾边想边将那浓烈的邪恶气息 把握在手中 不过那团邪气很是不安分 对着王腾就是一顿攻击 王腾感受到了一阵刺痛 他有些震惊 他的不灭精神已经到了第八重了 长老们的攻击 岩浆等 对他都造不成伤害 这团邪气居然能无视他的不灭精神 他能感受到刺痛 王腾随手将力剑插在阵眼中 防止其形成 那团邪气好似有神识一般 刺痛王腾之后 便朝着天际逃去 结果撞向了王腾很早就设置的结界 他好似很气愤 整团邪气直接长大数倍 沿着王腾设置的结界 将整个空间包裹着 之前漆黑的夜空中还能看到几点光亮 现在给王腾的感觉是陷入了一个黑暗处 四周深不见底的感觉 啊 就 王腾还未行动 耳边就传来了人惊恐的求救声 以及尖叫声 王腾迎眉 看来是他有些小瞧了这团邪气 这么闲门 想到这里 王腾眉目一领 面容冷峻 眼神坚毅 台掌 调动体内的暗影之力跟仙界之力混合而成的掌风 拼尽全力 对着覆盖在结界上的邪气就是数全 如同打到了实体一般 王腾更加确定这邪气还未成形 虽然有了神势 但是并未发挥他的最大用处 王腾直接抓取 不过手穿透了那邪气 手瞬间收回 手掌已经开始冒烟了 王腾知道这样不行 双手须抓着 利用暗影之力将其按住 虽然这团邪气有些邪门 但王腾好歹修为境界强大 只要不用手或者身体直接接触即可 王腾朝着两边撕开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王腾咬紧牙关 额头轻轻抱起 动用太多真气 他体内的真气也受到了些许的影响 在乱窜着 这种即将要失控的感觉 他体验过 就是他曾经差点自爆的时候感受过 王腾便明白了这团邪气有可能是什么东西 嘲讽着这猪老也是大方 攻着你这么个消耗量大的气体 这团邪气真是猪老他们吸食人的修为之后 需要转换为自身修为的媒介 难怪猪老会将其压制在这里 第2990章中招 那团邪气好似被激怒一般 张扬舞爪地挥舞着 王腾感觉自己的手也越来越吃力 冷汗直冒 眼前也感到一阵模糊 这时王腾好似听到一个声音 在他耳边想起 为什么要救那些人 他们不但不会感恩 还会责怪你 将一切的遭遇都说 因为你才会经历这些 王腾内心有些奇怪 究竟是谁在讲话 但是他一直看不到人 那道声音继续引诱是的 你一个人早就可以离开这里 修为境界都快要登峰造极 为何还要继续留在这里 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做事 他们不会感恩的 只会跟之前一样 忌惮你 打压你 有事情有危险的时候 才会想到你的存在 平时都是看不上你 你看看 若是你死了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双引号点双引号 王腾听到这样的劝告 内心很是想笑 他做这些事情又不是要人感恩戴德的 只是顺便的事 这时 一直眼前发晕的王腾 眼前一片亮光 周围好似影像一般 眼前的景象是恩年 他们还在崖底里面 看来洞穴的坍塌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 只听里面传来争吵声 一定要将那些人抓出来 没错 五个人 五个人被吸食成了骨架 都是凭空变成这样的 为什么 我只是想简单历练一番 我父母还等着我回去呢 我的好朋友都已经永远在这里了 我不想跟他一样 我想活着 长老们 你们能不能彻底解决啊 不是我说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就没有消停过 你什么意思 若不是长老们 你们现在还有闲心思在这里攻击人 我只是陈述事实 并没有针对谁 现在这样的局面都不是大家愿意看见的 但是你们没有出力的就不要在这里逼逼赖赖的 有本事自己去对付那些人 双引号点双引号 有人的脸变得面目可增起来 让人感到厌恶 长老们都没有理会那群人 他们在查看究竟是谁 能当着他们的面直接将人吸食掉 他们还完全找不到线索 王腾冷眼看着 一直溃散的思绪瞬间明白了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感到后背一阵冷意 他刚刚神势涣散 刚才那种状况 只要那团邪气入体 他整个人肯定会变得跟猪老一样 没错 他之所以恢复正常 是因为那团邪气想进入他的身体里面 但是他又不灭精神挡着 阻拦了邪气的动作 灼伤了他 让王腾瞬间清醒了过来 看样子刚刚是那团邪气在给他洗脑啊 不过他可能没有想到 王腾对那群人的被刺没有丝毫的意外 他本来就跟那群人没有什么干系 他们愿怎样都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这曾激怒王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过王腾倒是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弟子能凭空被人吸食掉修为 他们这些长老还找不出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团邪气的所作所为 他明白了这地被称为炼狱的地方是什么了 有这团邪气在 根本不用诸老亲自动手 之前那群被抓起来的人 以为有了希望 但是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凭空变成一堆白骨 陷入了未知的恐惧等 至于为什么邪气不杀死王腾 估计就是看中了王腾的修为境界 想侵入占有王腾的身体 还好王腾清醒了过来 不然还真的有可能被侵入 他便会变得跟朱老一样 王腾冷着脸 不懈道 也不过如此 装神弄鬼的 也就只有这点本事了 还想弄你王爷爷 那团气体好似听懂了一般 直接将王腾整个人裹住 王腾感受到了身体无法动弹 与之前跟朱老对战的时候 朱老准备侵蚀王腾的时候的感觉一样 不过王腾并没有慌张 那团邪气越是愤怒 王腾越是有战胜的可能 如果此时天亮着 旁边有人看着的话 会被眼前的场景惊到 王腾眼睛完全呈黑色 他脸部布满着黑线 蔓延在王腾的脸上 还在迅速往上滑 整张脸差点被黑线布满 不过王腾的身前 并没有那团邪气的存在 若是王腾站在旁边看着自己 肯定会瞬间明白 他已经被那团邪气控制了 他以为自己的清醒 其实并未清醒 一切都好似王腾的幻想一般 王腾还在抵抗着 王腾 王腾 快清醒 王腾 还醒来 王腾好似听到了什么声音 并没有当一回事 他调动着体内的真气 充盈着自身 不让邪气入体 但是他刚动 体内就好似被撕扯了一番 很疼 他疼到跪倒在虚空中 捂着胸口 只觉得有些窒息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做才是对的 他只要一用气就会倒吸一口凉气 疼到痙磷 王腾 快醒醒 醒醒啊 姓王的 快醒来 王腾喘着粗气 眼前模糊一片 谁在讲话 究竟是谁 谁在喊他 王腾奋力睁开眼睛 他不甘心 他有些明白自己好似有些不对劲了 他不想就这么认命 他王腾 不会被这些给制止住 王腾默得睁开眼睛 全黑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 虽然四周还是黑暗一片 但是王腾能看清楚周围的场景 天已经开始有些微微亮了 王腾手指动了动 张了张嘴 嗓子进入了风 瞬间咳嗽了起来 他摞着眼前的情况 那团邪气还是有些厉害的 他居然也中招了 他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住 还是小巧了这邪气 王腾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如何 他虽然不清楚自己的具体情况 但是也能知道 他此刻的状况不好 王腾想动动 这时 体内一阵灼热 他痛苦地呻吟出声 手指挣扎着 轻轻抱起 猛地吐了一口鲜血 咳咳咳 王腾奋力翻身 嘴角的鲜血停不下来 呼 王腾深呼吸 疼痛也让他瞬间清醒 他看清了自己的手臂 满是黑线缠绕 那些黑线还冒着黑烟 不停游走在他的皮肤上 王腾皱眉 一脸嫌弃 好丑 怎么这么丑 好丑 好丑 好丑